接下来是我们大师面对面的时间 那这个时间是特别开放给我们现场的观众同学 那希望同学们踊跃地发问 把你们心中的问题来请教今天现场的大师们 好 同学们有问题的请举手 每次今天都在看哦 不然老师问他们 这也是个不错的方法 好害羞 好害羞 好 太好了 有位同学 那先说一下自己的大名 然后班级 二年八班李扎兴 好 请问量子纠缠可以形成瞬间移动吗 他想问量子纠缠有没有办法形成瞬间移动 好 这是一个非常好也是非常深的问题 那我试着解释那等一下不然李老师给补充 我们在量子的领域里面有一种东西叫做量子远传 量子远传 对那英文叫做quantum teleportation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一个量子的资讯 虽然我不知道它是什么 但是我可以用一些量子操作 还有量子量测的方式 我可以把它从这个地方传到另外一个载体 从这个载体传到另外一个载体 但是说你刚刚讲的一个关键是叫瞬间对不对 这种量子远传的方式不能瞬间 它还是得遵守这个刚刚爱因斯坦的这个 光电 那个特殊项对不对 那个讯息的传递 不能要超过 要先确认 还是有读的方式 对 但是是可以把量子的资讯从这个地方传到另外一个地方 另外一个载体 但是不能瞬间 还是有这个 还是在光的这个限制里头 对 好 可是您刚刚提的是资讯 那物体可以吗 对 刚才 他应该想要是物体 对 所以刚刚李同学他这个问题很好 他要瞬间移动 非常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刚刚除了刚刚程老师说的 刚刚程老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说 我们所谓的资讯在我们真实的物理系统里面 比如说我们人体细胞的状态 实际上都变成是所谓的状态的概念 就好比刚才我们在解释我们的要传递的资讯的时候一样 我们说水平的或是垂直的 实际上在我们的看来 它都可以变成是很客观的所谓的物理的状态 物理的状态 比如说偏正的状态 在刚刚卓老师介绍的偏正的状态 所以刚才李同学说到的这种状态 的确如果从状态观点 它可以从就像程老师说的 从一个地方被传到遥远的另外一个地方去 的确这个状态它是看起来 而且是瞬间的被传过去了 所以从所谓的距离的角度来看 状态已经的确是过去了 但是我们实体却没有过去 也就是说只有状态过去 那那个状态是什么呢 那个状态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我们事先所准备的 这个纠缠态中的一个例子 Information 这一题问题问得太悬了 这是很好的问题 对不起我也产生问题 我的状态过去是 我的灵魂过去 还是我的什么东西过去 叫做我的状态过去 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讲法 就是比如说现在 我的主持人的眼睛 大眼睛 有双眼皮 然后这个都可以写成 0101对不对 基本上 是吗 是吗 应该是吧 我们都可以用 类似这样的 就像图片的概念一样 对像图片概念 那只不过现在 我用古典的讲法 但这些其实是量子的 那些零跟一的叠加 那整个你所有的 包括你的头发 耳朵眼睛 你的衣服 你的脚 其实基本上都可以用 0101来表示吧 可以吧 可以 你如果同意这点的话 对 那这些东西 是不是就可以用 我想要用的传递方式 所以其实你是传了一坨 我跟我有关的0101过去了 对 没错 但是那不能等于我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那记得我们刚刚有说 刚刚提到一个量子力学里面 有一个不可复制原理 对不对 是 量子状态不可复制 如果你是普通的古典的 0101的核佩林 那我可以复制一个你 没问题 但是你如果构成 核佩林的资讯是这种量子的 其中还有那种量子叠加状态那种 那个没办法复制 这原理告诉你 但是可以传 把你的资讯从这个地方 传到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你就只有唯一的你 如果你是量子的话 就是你看到的那个我 别人看到 传到那个讯息 传过去的时候 那个人看到的 又是另外一个解读的 你传过去之后 这个就不是你了 你就到那边 就到这边了 对 好 这个问题好帅哦 有解答你的答案 有解答你的困惑 还是其实更困惑了 可以可以 谢谢 在量子的领域里 困惑是正常的 如果你不困惑才是不量子哦 对 好 还有问题吗 要不要接着问 没有没有 OK 好谢谢你 谢谢你 好 我是311的李俊逸 然后我要问 如果一开始传送讯息时 不是用01去定义 然后如果是用0到9去定义的话 量子电脑可以去解密吗 是可以的 好是可以的 刚才我们所谓的01实际上 为了配合我们目前古典资讯处理的方式 对 好像刚刚李同学问的 那今天我们也当然可以透过别种方式来去所谓的编码 刚才你提到其实这个是一个编码的一种概念 我们把所有的资料变成是以01来当成是我们资讯描述的一种方式 刚才程老师提到的 如果还有刚刚何主持人提到的 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要传一个人体 我有大量的资讯 有大量的资讯 所以你觉得其实用01 其实已经没有效率了 你就可以用0到你喜欢的一个数字 让它的资讯量够多 然后你可以去描述它 那最 数量最多的编码方式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是连续的编码 位置就是一个连续的概念 比如说我们用一把尺去量0.1公分 那0.1公分之间还有0.01公分 可以一直不断地连续下去 对 所以比如说我们所处在的这一个位置 实际上你最后用连续的描述 其实是最准确的 就会变成说你要多准确来描述你的状态 就有点像那种扫描的那种概念 对不对 的确 是 所以量子也可以做这样 它可以做连续变量的 对我们现在 好厉害 今天举的例子都是所谓的数位的 都是0.1 0.1 对离散的 是 好有回答答问题吗 有 好谢谢你 谢谢 真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好问题呢 对 好 好 好最后一个问题咯 大家要不要把握时间 太好了来 秘密码棒同学 我是三年十一班的梁家森 我想要请问就是量子 电脑里面的量子在实际上是什么东西 因为电脑里面是0101它是电有跟没有 那量子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呈现 好 这个问题也非常的好 是 那同学如果物理科有学过氢原子模型的话 同学有学过氢原子模型吗 有学过有人点头 有点头 那氢原子模型的话 老师会告诉你说 电子可以在基态就是最低的轨道 对不对 那有时候电子会跑到次高的轨道 对不对 那当然也有更高的轨道 对不对 那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物理学家就可以用这个最低的轨道 来代表0 拿次高的轨道来代表1 然后利用这个光学的操控的方式 让这个电子可以在0跟1 低轨道跟高的高轨道这个跳动 然后用这两个轨道来当做它的01 这样的一个载体 这是你们最简单可以理解的 当然只要任何这个物理系统 它能让你有这种区分两种的状态的 量子状态的 我们都可以拿来当做这个量子未远的一个载体 这样子 那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有这种性质吗 对 对不对 都会有几乎所有性质 几乎都有两种状态吧 对 但是当然科学家要考量 至少都有两种状态 对 至少都有 对 当然科学家当然要考虑 这个好不好用 可不可以好不容易 容不容易制造 容不容易控制 容不容易读取 那这个就是比较实际上的考量 比较好用的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我们常来拿来当做我们的量子未远 这样子 所以如果照这样定义 量子的状态应该在任何物质都存在了 因为都可能有这种二元性吗 对 我们就是有原子构成的 是 好问题 谢谢你 谢谢教授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今天的大师面对面 就到此告一段落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 给我们这么丰富的分享 那也感谢现场的同学 提供了这么多的好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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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